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乃姨 我呀不得不佩服平台的这个大数据的推送功能 我刚收到一个34岁一个年轻人给我发来的一封私信 马上就接到了一个平台给我的一个邀请话题 就是年轻人的养老智慧 我先给大家读读这位34岁的年轻人给我的那个私信的内容 阿姨,您好,我是一个天津的普通孩子 今年34岁,今天早上又因为老人乱花钱的事吵架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孝顺 我希望他们生活能够有计划 我也并不是说希望他们以后能给我留下什么 现在他们乱花钱存还也没有 导致我很焦虑 焦虑他们以后看病啊什么的 现在我挺痛苦的 真的 这个年轻人给我这个私信呢 我看完以后啊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呢 真是太不容易了 通过这个34岁 这个年轻人给我的私信呢 咱也能看出来这个年龄呢 在我们天津呢 应该是一个独生子女 父母呢 也就跟我这个年龄都差不多吧 应该也有养老金呢 也有医保 这块还是应该是家庭这块应该是还有一定的保障的 我能体会到 这个年轻人呢 他不是不孝顺 我感觉他就是对父母未来的一个担忧吧 担心父母老了以后呢 得了病 家里面有点存款呢 怎么办呢 是吧 这是很值得理解的 这封私信呢 也让我有那么一个想法 感觉他们家的家庭呢 好像和别人家有点相反了 我身边的家庭一般都是 父母呢 都是生活比较节俭 然后呢 担忧未来孩子工作不稳定 未来的养老怎么办 所以自己呢 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给孩子存点钱 孩子们呢 三十来岁呢 无忧无虑啊 然后花钱大手大脚的 不考虑未来 这个家庭正好和我身边的 很多家庭的相反 这也说明什么呢 这个孩子还是挺有责任心的 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 是个好孩子 这家的父母呢 我感觉是一个 花钱比较大手大脚 是吧 然后呢 又是那种那个心比较大 不考虑未来 但是孩子呢 心又特别细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家庭的矛盾 养老官呢 和那个消费官呢 都不一样 就争吵啊 然后生气啊 你总是这样吵吵闹闹的哈 可能就会都生气 孩子也生气 家长也生气 本来那事没有 回来时间长了呢 生气就容易做病 是吧 那确实就应了 那孩子的话了 将来看病怎么办 也没有钱哈 要是这么想呢 我还是跟这个年轻人呢 说几句 给你一点建议吧 你的父母呢 我想一定是有养老金 也有医保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自己有退休金 又有医保 也就是说将来我的养老呢 只要自己能走动什么的哈 尽量的不去打扰孩子 自己能解决的 自己都能解决 想必呢 你的父母现在身体也是特别好的 你想想能吃能喝能花的 是吧 应该身体也不错的 如果呢 他们不是特别的浪费 特别的奢侈的话 你就让他们去花吧 花的高兴 吃吃喝喝的美 然后呢 心情一愉悦 身体不就健康了 未来老了少得病 其实这也是给你省心的事 你呢也没有必要哈 过分的担心和焦虑哈 父母的未来啊 你的父母呢 都是心比较大的 他们想得开 你得向他们学习 也想开了 一家子呢 别为这些事呢 争争吵吵的 才能把家庭 过得越来越好 是吧 不能互相的 你气我 我气你的 气坏了 将来真是没有前置病了 还是顺其自然吧 是吧 父母有什么想法 尽量让他们去做 你没有必要过分的 干涉他们啊 我身边呢 好多那种老人呢 都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有病呢 也舍不得去医院看病 怕花钱 就是在医院里呢 还得跟子女们说了 别给我花了 救不过来就别救了 那个别白花钱 就是为了 为了给孩子们 就是省下点钱呢 连自己的命都不顾 好多这样的老人啊 他们最后的结果呢 特别让自己的子女将来心疼啊 我父亲呢 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让我啊 重新年轻一次 我一定啊 让我的父亲 想吃吃 想喝喝的 什么 没有钱 就管子女要 别去 为了那个 省这个钱啊 把自己勒得特别紧 哪也没去 天天呢 就是为家里这个生活呀 怎么节约呀 光想这些了 再吃得上 也是紧着自己 一点也不照顾自己 早早的就离世了 现在想想 心里特别的难过 知道吗 这也是 父亲的离世啊 教育了我们自己 还有就是这个年轻人呢 也不要过度的 担心和焦虑啊 每个人这一生呢 过的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过呢 我觉得都提不上啊 对或是错 他这样过 有可能就是 有他的好的地方 就是像你希望的那样 也有可能是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 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就是 作为子女的啊 就是顺其自然吧 还是顺着父母吧 让父母喜欢怎么过呢 就怎么过 如果觉得父母 确实啊 有些那个消费官呢 需要稍微纠正一些呢 你也可以和父母呢 好好的那个交流 别用那种就是 批评啊 然后那个赌气啊 那种恶语啊 来伤害自己的父母 我想你要是好好说的话 作为父母一定会感觉到 哦 我的孩子真是长大了啊 也懂事了 懂了那么多的道理 做父母呢 他会接受的 建议年轻人呢 还是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吧 我感觉你们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啊 这点事呢 好解决 和父母呢 好好说话 父母呢 心里就会感到很温暖 你的话呢 在父母心中呢 也有分量的就 网友们 我不知道我跟这个年轻的网友的建议啊 到不到位啊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也可以给这个网友的留言啊 让这个网友的参考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恩乃姨的 给恩乃姨点个关注 点赞 转发吧 好 再见